你知道今天啥日子不 今天不是练节日吗 那三二一上练节日吗 今天是世界睡眠日 睡不着的老铁 赶紧看过来 有人倒头就睡 一觉能到天亮 有人失眠多梦 早上偷昏脑胀 今儿个咱们说说 怎么能睡得着 睡得好 睡到天亮 没烦恼 首先咱们分析一下 影响睡眠的都有啥 第一 打呼噜 如果你有以上这些打呼噜的习惯 并且醒来后头晕脑胀身体疲倦 或者你打呼噜打一打就停了 那可得注意了 可能导致你全身慢性缺氧 引起高血压 冠心病糖尿病等疾病 专家说了 打呼噜里的最危险级别 是呼吸暂停综合征 说白了 就是打一打就呼吸暂停了 这时候得赶紧调整生活方式 减肥 戒烟 陷酒 枕头垫高 侧身睡 舌肌训练等 如果这些方法不见效 那就赶紧上医院吧 睡眠呼吸暂停的一线治疗 是家用呼吸机的治疗 就是通过物理的作用 把气道打开 那么第二个就是口腔角质器 它适用的人群是轻度的 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 那么第三个就是手术治疗 影响睡眠的第二个因素 就是电子产品 很多人刷手机刷得很晚 月亮不睡 我不睡 我是熬夜小宝贝 明明想着释放压力 结果给自己整成了慢性睡眠障碍 看手机刷游戏 刷视频等等 这个时候呢 你大脑实际是看到这些内容 你是兴奋的 第二个呢 就是手机这个短波光 它是蓝光 它会抑制你退出的分泌 那么长时间以往的话 你的周夜节律 就会被破坏了 建议大家呢 上床之后 就不要看手机了 医生提醒 眼下因为疫情原因 很多人待在家里没事干 于是产生晚上熬假夜 白天再补觉的想法 奉劝大家 赶紧断了这个念想 在居家的时候呢 也提醒大家啊 一定按规律作息 因为你补觉补回来的 也不是你在夜间的 那个睡眠的质量 和睡眠的效率 第二个呢 你白天补眠之后 那你第二宿的 晚上的睡眠 就会受到影响 长此下去呢 你的昼夜节律系统 就会发生改变 你看 咱不说 你不知道 原来睡个觉 有这么大的学问 这以后睡觉之前 我可不玩手机了 本来就是春困秋乏 下打肚 再被手机这么一控制 哪还有精神头 那是春困秋乎干正事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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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发生的 那是春困秋乎干正事儿的